大家如果上季失去黄金拼图 看完黄金拼图,还想回味一下 袁柔依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它是自愈系的 今季也有一套,虽然没有二十多分钟给大家看 但七分钟也够 《若业女孩》也是袁柔依的作品 第十四格,也是《若业女孩》 如果大家没有记错,这套应该是科文社的另外一套漫画出 但其实是差不多时间一起做的 《若业女孩》是另一本雜誌 而另外之前黄金拼图是继续的 《若业女孩》出过一本漫画 即是已经结束了,这套已经结束了 已经没有再连载了 其实我记得好像中间在其中一本 如果没有看错,科文社其中一本漫画 先做了三至四期 最后一期再在另一本再做 再连载最后一期 其实这套《若业女孩》就有少少短短做到小篇 《若业女孩》是小篇 但问题是他做了一场 如果你看看《若业女孩》 可能有金法属性 又不知一班猩猩 你这套的成功比较低 根本上是的,这套有些原因 第一是泰国平常 女主角是不实际的 因为他在正常学校读书 然后又见了一家朋友 而且你这套嫂子很不逆声 即是小篇小姐 哎呀,我们每次一起吃雪糕 一起去吃 但他说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天而外 我不相信 她是呆到怎样呢 她呆到是一个 好像没什么常识的大小姐 好像以前那些心龟那些 很心龟那些 但出来好像发疯那些 其实这件事我又觉得 相对来说 为何黄金拼图 为何略顺于 有时候可能 你知道一年做两套漫画 自己主编两套漫画 通常都有这些情况 虽然大家都知道 working 即是之前那套working 和那套servicing 大家都知道working 好看一点 servicing and service 大家都知道 黄金拼图过去有个 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见到任何角色 是正常人 你见到女主角 是黄金拼图两个字 会发疯到任何证实 其实是很正常的 她思维是正常的 除了金拼图之外 你同不同这个人呢 有什么神经的 是的 那当然啦 其余你说 阿Moe 即是另外一个 金拼图那些 另外有红拼和绿拼 绿拼图那些 类似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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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 如果大家留心 如果大家有追求 其实人物不多 是来来去的 都是这几个人 我们在谈谈女主角 在谈谈杯咒 有什么雪糕的杯 不然你没那么常识 那么神经的 真的 接着你买游戏 回家玩 你神经的神经的 你家人应该不是神经的 我觉得 是很奇怪 不是 我认为这个女主角 是离地到离谱 离地到上升天 整个人都离地 你见到 一开始有个有钱人 去学校离地 她的成绩不好 我不崇了 你家人会比你成绩不好 所以她不是成绩不好 你不说了 我认为这个学校就算了 你都可以 我当你没问题 自己会进来就来 你有钱任性 没问题 当时K.O.MOOGIE 是要入那间大学 你也是要入那间大学 我有钱 我捉了这间学校 在这里读 这件事是另计 但是你现在这样 又是说不通 你不是千里读学 我考不约 我成绩不好 你不要这么说 我不相信学校有后本 你家这么有钱 还要说一下 这套的画风 我又不是觉得很 但跟黄金美图比较 我觉得黄金美图 比较仔细很多 钱 我说钱 你不要说小泽亚里 M.A.O.H.是新人星级 你小泽亚里 价钱又不多 就是这样 不过小泽亚里 近期都很红 大家越来越热 不过这套 你所说的系列构成 竟然是花田俗辉 你想也想不到 他写这些剧情 但是我是很害怕 第三集通常有些危感 你怕他写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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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人的战斗故事更好 我很怕这些 突然不知道第三集出现什么 没有的 这套很正常 方文社是值得顺劳的 一定不会有问题 对 方文社应该也没问题 哇 所以应该都 又是一样 这三套 你说期望值上 我们不会说很大 但是方文社的东西 不会走得太紧 除了以前那套 不知道是什么 我忘记了 那套 那套是害怕的 这些是不害怕的 这些是日常回 如果不是太瘋 有时候 你当休闲回也OK 笑一下几分钟 每个礼拜 好吧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欢迎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